现在是洛杉矶时间8月3号的早晨8点多 今天早晨要去市政厅路过面包店 刚出炉的面包就多买了几个 五个面包花了八块钱 吃一个然后剩下的带回去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市政厅的门前 这里有很多车排队 为什么排队呢 前两天接到了市政厅的通知 他们决定采购大量的消毒防护用品 免费送给企业主 这个警察是在指挥交通呢 还跟我打招呼呢 咱们现在到了这个广场上 其实蛮多的车排队的 我来这边呢一方面是来看看 另一方面呢也想领一点消毒湿金 因为最近超市都没有货嘛 另外这次呢 他们还给企业提供了不需要还的应急资金 但是好像没有人领 都说要留给最需要的人 看远处市长和副市长在那给人发呢 就搭了一个棚 顶着个大太阳 估计都已经站了一个多小时了吧 领的过程就不拍了 跟市长打了个招呼 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关注 下次咱们接着聊